明姐来了啊 快坐 环儿啊 我听说你们宫里那个太监小允子升职了啊 啊 昨天皇上把他提升我们宫总管太监了 以后他就是总监了 妈呀 净事房祭党的数据我们都看见了 这个月数你宫里干的最多 多少太监都巴巴的想要到你宫里当总监呢 小允子还年纪轻轻 怎么轮到他呢 哎呀 他会来事啊 怎么回事让我说你听啊 这事啊 得从去年说起啊 去年我不是刚进宫就开始请病假吗 当时我们宫那个总监是康陆海 康陆海有一天过来找我 那个小主啊 这两天宫里人事调动 那个丽萍让我上他那去 哎呀 我也不爱去啊 但丽萍非让我去 我心说 你看拉倒吧 你不就看我一直请病假 宫里边绩效心思少 主动提出要调岗吗 你当我看不出你那个小九九啊 我说 行 你走吧 赶紧走 你剩多少工资没跟你结算 现在马上跟你结算 赶紧走吧 这种让他走就对了 是不是 完了 我看小允子在旁边 我就问 那你想不想走 小允子说 我不走了 咱们工具挺好 你看小主长那么好看 是我长好看 小主长那么好看 咱们工以后肯定能够发展的 目光得放长远点 我说 那你听说别的工赚那么多 你不眼馋的 他说 不啊 现在工里边挺多都传 这个赚三万 那个赚五万的 其实都是瞎传 就是想让你焦虑 那真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再说 就算去别的工里 赚的比现在稍微多一点点 那么还是伺候别人的活吗 那没有本质区别 咱们工里边虽然赚的少点 但是活也少啊 有时间可以练练功 锻炼锻炼身体 没事还可以去做点减脂 多好 没想到小允子看得挺明白的呀 我没说完呢 他说 像我这样的 当初光是争取工里这个岗位 就已经做出很大的牺牲了 赶上丽品说话了 都没有根 说 以后也不结婚 也没有孩子 就自己 卷什么卷 在这过两天清闲日子多好 对 这不就到现在 我们工里好了吗 昨天皇上在群里说 那个你们工没有总监不行啊 要不我从其他部门 调过来一个中藏帮你管管吧 我一看我就回 要不让小允子看看试试得了 谁知道 皇上还没答应啊 小允子立刻回复 谢谢皇上给我升职啊 皇上我一定好好干 还发那种疯狂磕头的表情包 皇上一看就说 行吧 那你就好好干吧 就这么回事 给他提升总监了 小允子挺会的呀 没告诉你吗 小允子是有些 溜须领导的功夫在身上的 后来我就问小允子 我说你不是想过清闲日子吗 小允子说 是啊 但是那个提升的机会 都送到嘴边了 那我必须得抓住 我说 对 就这么回事 行 那我回去了 一会皇上来了 你还有不少要干的呢 你留下咱们一起干呗 不啦 你们那部那些活 我也不会干 我走了 行那美姐慢走啊 一下小允子 看呗